假面骑士大神还原一种终极形态 霸气侧漏 这才是真正的黑洞 一种作为创奇证据反派 是来自宇宙的生物 也是恐怖的血族 曾经也是毁灭了火星的存在 它的能力很明显 就是可以无限进化 并且吸收各种不同的力量 从第一阶段到蛇皮怪 分别都是吸收了潘多拉的力量 创奇的力量以及龙我的力量 这就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按照一种的设定能够无限吸收星球的力量 因此在这几年了 它已经成长到了无比恐怖的地步 当然具体形态是不知道什么样的 但也是有大神还原了这个终极形态 再来看看整体造型 大神也是设计了更恐怖的形态 也就是这个龙形的 变成了恶魔一样骑士 尤其是双臂 都是非常酷炫的龙 应该也是可以吸收一切力量的 不过身形上偏瘦 但还是很养眼的 还是一种的黑洞形态比较好看 看着就非常的强壮 再加上这个斗篷 一种的气势也是被完美的放大了 的确如果一种在宇宙中漂泊 绝对是会吸收很多力量的 毕竟地球有它兄弟龙我 就可以放过 但是其他地方就不一样定能 除非遇到了银河那种未来骑士 这就完全是神仙打架了 不过一般情况下 一种的战斗力要更强一点 毕竟打不过 它跑起来也是很快的 还有那恐怖的生命力 是完全不惧怕任何存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